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有问题的 不是没问题只是没查出来 我觉得在你的鼻腔就正对着耳朵交叉那个地方 就是我交不来那个地方就是往里走 然后两个耳朵往里走去追见 就是有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气脉容易堵塞 而且那个地方发烟过 你叫鼻斗烟行 叫内耳烟也行 鼻斗烟跟内耳烟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那块发烟了 然后呢经常堵塞 就是一气火 含气 湿气 烟 这都容易堵在那 一堵在那有时候那块气脉不通的时候 他就堵塞了 神经就刺激神经 鼻斗烟主要是头痛嘛 然后就有神经从那儿就是 那疼的就是脑子都那个什么 就像豆腐那种 对 突然气突了他不疼了 就是鼻斗也那样也引起的 所以你治耳朵 治鼻子就治了头痛了 不是脑子有问题知道了 他神经也是 就算神经痛啊 你现在确实神经痛 但是神经痛的原因是 你里边有气脉还有炎症堵住了 气脉不痛 所以你现在你可以用一点药啊 你就是往鼻子里别灌 就是用一些指鼻斗也的药 再加上中耳也的药 两个同时上就不能起床 疼的时候你就往这灌药 就是有专门治中耳也的药 你就两边跌 跌两点 然后呢疼的时候 你去到鼻子里边 跌些磨点药啊 里边跌点那个喷雾剂啊 鼻腔 那边一进入药 你就突然发现就好了 就不疼了 然后持续性的治疗一段时间 就十天八天 你不疼了也继续抹 喷啊 跌啊 或者是什么 有很多药呢 现在往上 可以买一点 体验一下 那边我没有炎症的话 气脉长头就会出 还有一种就是 你自己修 就是比如说 我以前自己有鼻斗也是这么好的 就是打坐的时候 观想呼吸 就是观想坐在海边 然后又鼻子吸那个海水 就是观想的 因为你坐在 就是观想着 然后一吸 把那个海水吸进去 就洗 带着那个里边的脏东西啊 那个炎症啊 或者是那个 把它吐出去 就呼气的时候 就吸进是清水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是轰浊的 病气 你病带着它出去 然后吸吐 吸吐 每天练 后来就好了 那样的观想 观想 你拿鼻子吸水 把水里 把海里的水 呜 海里边是带野水的啊 你这要观想啊 呜 吸进去 然后很清澈的水吸进去 吸到了 然后这里边不是有病吗 然后 然后 然后退出去的时候 你就想带着你的病气 碰出去了 就这么 每天吸呼 吸呼 如果累了 你就浅一会儿 累了 每次洗个十几分钟 五六分 看自己的身体了 不要太猛 可以太猛 吸呼的太猛 然后头痛啊 那这样也能够好 嗯 也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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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